Kojo Crystal E的地盒 其實都推出了一段時間 超過半年 我以為人氣、注目度已經慢慢減低 你要買就買了 誰知又不是 除了有朋友上來試膽機之外 還點名要試一下地盒 怎樣試? 我之前拍片說了我插著Yamaha CD Player 很簡單 插地盒播一段 插地盒播同一段 一插其實那個效果是非常明顯 背景靜了和深了很多 一聽就聽得出 但是這樣插插插 幾分鐘就玩完了 有什麼好玩呢? 上兩個星期有朋友上來再試地盒 剛好我有兩條升級線 因為我自己借回來也想玩一下 玩完地盒當然是玩升級線 這兩條升級線就叫Clone 1和Clone 2 Clone 1的物料就是PC-CCC Clone 2就是6N銅 其實是物料上的不同 所以出來的效果會不同 白色Clone 1我們試過插上地盒 跟著一樣都是CD Player 發覺東西大顆了 尤其低音量是會增加了 但是當時的聽感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聽慣 之前的原廠線都挺平衡 覺得有一點 不是那麼平衡 用了白色之後 那個效果不是一聽到覺得很喜歡 但是插上那條Clone 2 藍色那條Clone 2之後 發覺所有東西是全面再提升了 還有那條線不是很貴 說的是幾個水 所以試聽的朋友後來就買了 孖裝地盒和買了一條Clone 2線來玩 由於當時我也是第一次 真的剪開包線試 所以那次試聽完之後 我還花了些時間 地盒配這條線去插CD機 又試試插M 試了那麼多位置 插喇叭 發覺原來其實Clone 1和Clone 2 我覺得適合不同的位置用 結論就是 之前我說這個地盒放在Source 那個效果我比較喜歡 反而放在M 我一般不覺得很明顯 但是如果我剛才說了 你是擺在M用的 擺在功放用 擺音機用 其實應該是用Clone 1 就是白色這條 白色這條是適合任何功放用的 尤其有些朋友上來說 低音潛得不夠低 即是說我膽機 但是我膽機加了白色 Clone 1和這個地盒之後 那個低音的量明顯增多了 之餘不會有不平衡或失控 是很舒服的低音 多了最低的一層 這個效果我是滿意的 如果你是擺在Source 上用 我就會建議你用藍色 因為剛才也提過 跟試音的朋友一起聽 那條藍色 一換了下去 插在CD Player 上 那個立竿見影的程度 大家都是 嗯 是的 不同了 所以很簡單 如果你是已經買了這個地盒 你想有些小的升級 你可以想想 信源方面 你就用Clone 2 6N和藍色那一條 功放擴音機那方面 就用白色Clone 1 PCCCC 那兩條線 其實它的插頭都非常之齊全 RCA、XLR、Gongla、USB、AUSB、Type-C、Micro USB、LAN線 差不多市面上大部分要用的插頭都有 那你上去選擇就可以了 那記住 其實兩條線真的沒有分高低 價錢一樣 吸數一樣 是真的看下你用在哪裏 另外可能有眼尼的朋友見到 為何你的地盒上面的螺絲有少少不同 因為之前我見到Embago賣這個螺絲 不是Exactly這顆 他賣的那顆就漂亮很多 那顆螺絲就說換了之後 這個聲音會有些不同 我心想有沒有那麼神 但我又問那些 整機師傅 換這顆東西有沒有用的 就是魔機那些師傅 他說如果你全地盒最關鍵的通電的位置 是這個位置的話 那它原本那顆螺絲是鐵的 你換一顆銅的或者導電性能好一點的螺絲 是真的會有不同的聲音的 所以我就找了一顆這些很便宜的黃銅螺絲 拿回來換 一換下去 心理上是有少少不同了 覺得東西再通透了一點 那你見到這顆黃銅螺絲 其實物料上會比較接近原廠那條線 或者升級線的叉子 我用完之後 心理上除了好聲音之外 亦都方便一點 因為原廠的螺絲是要用十字螺絲批 去開關 但是現在這個可以找首領 那我買了一堆 那不止這裡那麼多 我還有 那現在你在Sero Project 無論你是買地盒 還是買這個 升級線Clone 1或者Clone 2都好 我都會送一顆螺絲給你 一件item就送一顆 例如你買了孖裝 再加一條線 就是你買了兩個地盒 加多一條線 那有多少item 那已經有三個item 我就送回三顆螺絲給你 如果你買單裝加一條線 那兩個item 我就送兩顆螺絲給你 如此類推 即不是什麼貴的東西 少少心意 但我覺得挺好玩 又方便開關之餘 又有少少不同的 希望大家收到螺絲會開心一下 還有記住 你拆了原廠的螺絲出來 一定要收好 不要到處扔 如果你玩兩星度 你沒試過這個Clone做地盒 就是我強烈建議你 最少都買一個回去 試一試 雖然孖裝會比較划算 但你可能先買一個 你就試一下它的威力 是吧 那如果你已經在用這個地盒了 你想試一下有些提升的 你可以根據我剛才的影片說的 兩個方向去選擇這個升級線 功況類的用Clone 1 信員類的用Clone 2 說的是幾個水 在這個疫情底下 大家都要繼續哄一下自己 是不是